大家好,大家好,包子驴的日子不好过 有人给他总结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说习包子这两天饭也吃不尽,酒也喝不尽 看见漂亮姑娘也不举,特别难受 有七件事情让他想想去搓火 见谁就骂谁 说下面的一堆狗东西,一堆太监 尘实不足,是败是有余,暖用都没有 关键的时候都掉链子 有意思啊 4月19号,土工细胞子 简直直接被气死的七件事情 我算了,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八件事情 咱就说七件事情吧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情报部门 调查中共高层的引力资产 直接就点名习近平 习近平的家里的亲戚 而且这是全球联动 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德国 加拿大,美国,韩国,日本 这个都有,包括新加坡都在里面 要调查土工中国高层引力的全世界的资产 关键时刻就一笔就给他没收了 给他冻结了 这搞得习包子绝对难受 习包子家里钱就好几千个亿在外面 这个事儿呢 算是习包子的第一气,气得吐血 所以我就说过 这个有些个流氓啊 他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 就是他们都是忽悠国内的人 比如说有俄罗斯 有俄罗斯 你俄罗斯的 你普京自己的姑娘就生活在法国 你为什么要你的大量的钱财你都在法国 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跟西方社会叫板呢 有毛病吗 你中共的官员的99%的人和钱财 小老婆小三什么的私生子都在美国 你跟美国叫板有什么用呢 你何必呢 哪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呀 一呢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这个世界上 有句说一句啊 这就是朝鲜这个小国家 他没钱穷 哎 朝鲜金三胖家里的人还真没几个人在美国生活的 是不是 朝鲜以前有个金三胖有一哥哥是不是 是生活在新加坡的 在香港新加坡呆了一段时间 其他的朝鲜的那些给他们金家的家人都在朝鲜呆着 估计是没什么钱啊 所以你为什么要搞这些事情呢 你不是脑子进水吗 人家一打的一个准 你看俄罗斯 是不是你自己 你自己要搞事 结果人家把你的钱财就给冻结了 直接就送给乌克兰了 损失推大了 第二 说这个 汇域下调中国六大银行的信用评分体系为负 前两天刚刚这个搞过一个事情啊 就中国的整体的这个国家经济的信用评级为负 现在把中国银行有的信用评分为负 你还让不让中国人生回来 习包子也气得要死 是不是 因为习包子新兴电呢 还要这个金融国际化呢 人民币国际化呢 开玩笑啊 要打败美元呢 现在搞各种事情啊 全世界在那里的储存黄金啊 搞比特币 有点意思的啊 这个习包子气得要死 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是这个什么 是这个TikTok抖音的事情 习包子也气得要死啊 这个事情可不是一个公司的行为 这是一个国家行为 抖音 TikTok都是共产党的这个间谍部门 都是国家行为 你看这个抖音要被封掉的话 外交部的华春莹华达骂跳起来骂 哎呦哎 真是妈的是口水四溅 知道打中了这个土工的这个 全球的这个间谍计划的整体的部署了 说这个TikTok的老板啊 周寿姿那小杂毛 在美国国会听证 全都是谎言 没有一句是真的 是不是 所以我无数次说过的 不要撒谎 你可以沉默 老子不说 是不是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沉默我不说 你说你一撒谎 你很快就会被揭穿的 我们做人也是这样 国家也是这样 公司也是这样 你在无法 这个说实话的时候 你一定要保持沉默 沉默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如果你又不想说实话 完了以后你又不沉默 完了以后你说一通假话 你很快就会被揭穿的 所以这个周寿姿据说 要涉嫌联邦的重罪啊 要给他抓起来 是不是 要盼他终身监禁 细胞子又气死了 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事情啊 他们说这个TikTok是每15天 就把美国的TikTok的所有的用户的资料 向中国国内灌一次 15天搞一次 他更新嘛 特别坏啊 第四件细胞子要气死的事情啊 就是他所谓的已旧换新 已旧换新这个东西啊 我说过无数次啊 老百姓现在都聪明了 老百姓心里不傻 你算笔账是不是 没有必要换 都是老百姓都是叫你紧紧巴巴的 是吧 就抠着算着过日子的 不到不到关键时候 他是不会换的 是不是 中国老百姓普通老百姓都是过去的一个词怎么说来着 叫做新三年旧三年是逢逢补补又三年 现在年轻人不知道穿补丁衣服的感觉 我们小时都穿过补丁衣服的是不是 不到万不得已 家里是不会请裁缝师傅来给我们做新衣服的 因为没钱你就有那么点钱 这么点钱你要留着做大用 是吧 比如我们过去家里没钱 但有一年要上学了 是不是 别人家的孩子都不上学了 为什么呀 没钱呢 上学多少钱 十块钱一个学期 真的 一个学期叫十块钱 但是我们家 我跟我哥 两个人拿着钱 就欢欢喜喜的 就去上学去了 然后我们的老师说 呦 你们家有钱人 哪有什么钱呢 会盘算 我妈会当家过日子 我记得特别清楚 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箱子里面 一层一层的衣服都叠好的 然后最下面一层是一张报纸 隔着木板的 是不是 然后把那个衣服都一个一个的拿出来 然后把那个下面一层报纸掀开 有好几张十块钱的 给了我十块 给了我哥十块 然后我们就可以上学 是不是 我们村里面 是不是 跟我一边大的 就没几个人 初中都没练完 有的人 有的人高中没练完 都不上学了 是不是 但是我 我们这 我跟我哥 虽然我哥蛮不错的了 考上名校了 我是野纪学校 那野纪学校也是学校啊 是不是 那也比人家强啊 就是你 我都不敢想象 我如果没有考一个野纪学校的话 那我现在怎么会有一种学习的动力呢 我有一种学习的机会呢 是不是 我这个人没别的啊 真是吹牛逼 我这个人就是第一爱学习 是不是 我是小时候太贪玩了 所以呢 等我成年以后 等我二十多岁 二十三十岁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我是一个超有学习能力的人 为什么 因为小时候太贪玩了 是不是 我脑袋都是懵的 一天到晚都不知道想什么 空的 没想什么 我告诉你 是不是 昏昏噩噩噩 就这么过来了 哎 等到有一天我懂事了 我发现我身上爆发出巨大的学习能力 所以 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了 我跟我媳妇讲 我要是小时候像现在这么懂事的话 我他妈的得考什么牛逼学校啊 我媳妇笑着我说 如果你考个北大考个清华 你估计早就坐牢去了 估计早就被枪毙都有可能 是啊 哎呀有点意思的啊 所以这个家里过日子啊 都是盘算着来的 那习包子搞已旧换新呢 那绝对老百姓他是不会配合的 除非你把老百姓都抓起来 第五件习包子气死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说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 一个网红 哎呦 叫什么 护尘峰 直播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粉丝就问他 他说你认为 护老师 你认为习近平是一独裁者 吓得这个护尘峰 赶紧就开骂 你怎么有病呢 你怎么在网上说这样的话呀 是不是 习近平是独裁者吗 所以现在开始做一个大案子在查 是不是这个护尘峰有意导演的 这个网络的监管干嘛去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 在中国的国内冲塔 是不是 直接致问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 这构成了一个 这两天最大的一个新闻 习包子气气得最狠的一个新闻 你想想当年 江蛤蟆接受美国的媒体采访的时候 美国的记者就问他你是不是一个独裁者 那这个江泽民谈笑风声用英语标的特别六吧 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 中国特别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这么一个领导者 不是个独裁者 习包子他又不会标音乐 习包子就要翻小本本 是不是 这一下子就把自己推到了独裁者这么一个位置 欠死了 那护城峰这个人我看了一下啊 那个人脸上的话找不出三个半的汉字啊 估计是没什么文化的 真是一看就是个小傻逼啊 但是为什么他还红呢 这个就是国内的事情呢 关键是估计吧 他是这个说话呀 也是没文化 不知道深浅 情绪到了 所以有网友呢 就给他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据说基本上也断了他的生意了 活他妈干 为什么呢 你既然有这个网红的潜质 为什么不出来呢 有病 我觉得是第五个事情 细胞子被国内的观众冲塔 直接喊他是独裁者 这个消息有点意思吧 第六是什么呢 说这个就是这个什么 中国啊 现在啊 想学这个美国疯狂的印钱 但是遭到了这个 国务院遭到发改委的抵制 我看这个 国务院发改委有一个副主人都说了啊 现在的这个货币供应量啊 已经足够了 意思就是说不能再印钞了 说习宝子还想印钞 既然美国印咱也就印啊 结果呢 被下面的技术官僚给难死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难 那习主席不是一眼九点吗 据说习主席给气死了 哎呀 这个东西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啊 现在目前你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美国在印钞票在加息 但是你发现日本韩国都没根 日本韩国不仅没根还在加进买入这个美债 所以中国的有些个技术官要看到这样的趋势 劝习主席不要印钞 不要加息 有点意思啊 这里面水狠是回头我们再聊聊别的啊 第七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伊朗的事情啊 伊朗的事情被细胞子打得满地爪牙啊 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细胞子想借伊朗 难过来刷存在感的这个事情呢 又泡汤了啊 这个话题我们也也也说过了啊 总而言而总之细胞子的日子它不好过啊 不好过这个每一件事情都让细胞子可以气死啊 所以细胞子就哪一点办法都没有 据说这会儿在中南海骂呢 骂着这个太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说这个难道我们就没出路了吗 是不是最大的看点啊 是国内有人叫细胞子是独裁者 这个事儿有点意思 谢谢